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是繞圓嘛 圖上顯示 這個繩子綁著石頭這邊轉圈圈繞圓嘛 繞圓就叫做圓周運動 可是國中啊 我們沒有那麼挑剔 我們會把所謂的橢圓啊 橢圓啊也當作是圓周運動 繞圈圈啊 轉彎 就當作是圓周運動的一表部分 轉過來嘛 天象轉過來 所以在國中的狀況 我做的是一個火圓的 什麼地球繞太陽公轉是火圓旗 我也當作他叫做圓周運動 然後呢 我現在轉彎 沒有到一整個圓 我當作你是圓周運動的一部分 好圓周運動的最重要的積握就是這個 做圓周運動需要一個向心力 向心力永遠指向圓心 我的圓周運動就是我有東西要衝出去 然後被拉回來 他衝出去拉回來 兩個如果配合的剛剛好 他就會是一個圓 就會說是一個圓 如果配合的不好呢 力量太大就拉進來 拉進來 撞地板 力量不夠就飛出去 等一下的重點 怎麼樣飛出去 等一下的重點 所以 還有一個向心力 這個YouTube他有個影片 有人在唱一首歌 他唱這個 告訴你圓周運動需要向心力 向心力向心力向心力 YouTube 不是我這樣唱 我只說YouTube有個影片 你可以去看 我有放在線上 交傳上去看 唱這首歌 但是你圓周運動重點 你就要有向心力 你就要有向心力 永遠都指向圓心 那 因為有力就會有加速度 因為是向心力 就叫向心加速度 國中基本上不處理這件事情 也不會做計算 高中會讓你算 高中要你算 向心加速度有多少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國中基本上沒有 沒有 我只知道有力就有加速度 雖有向心就有向心加速度 就沒事了 沒有做任何的計算什麼之類的 你只要有個觀念 但是 向心加速度是指向圓心 所以會跟他的 順時速度方向垂直 那因為垂直 那因為垂直 我們前面教過 加速度如火跟速度垂直就會改變速度的方向 但是不改變他的 大小 所以 我的向心力跟我的速度垂直 我改變速度的方向 但沒有改變原來速度的大小 我剛才跟你講的 這兩個我衝出去拉回來 然後你又轉向了 我又還是指向圓心 還是垂直 又再拉回來 這樣兩個如果配合的剛剛好 他就會造成一個圓 就是圓周運動 如果沒有 配合的剛剛好 太大力就會 拉進到 裡面 不夠就會衝出去 這等一下重點怎麼衝出去 所以 我們配合的剛好 就會變成一個圓 那 所以不同的情況 會需要的向心力大小不一樣 那麼 向心力跟什麼有關呢 跟速度有關 跟半徑有關 我的速度如果越大 我的需要的向心力就越大 我的半徑如果越小 我的向心力要越大 所以 為什麼 跟我們講 汽車要轉彎的時候要減速慢行 因為如果你不減速 不夠慢 你就需要比較大的向心力 才能夠轉過來 但是你向心力不足 就衝出去 弄錶 衝出去弄錶 所以要減速慢行 所以為什麼 公路上做的轉彎 正常都是 平緩的彎度 因為這樣子 你就可以 比較小的向心力 就可以轉過來 我們家 要到我們家前面的 急彎 一個急彎 很急彎 所以 在這裡轉彎 需要比較大的向心力 因此 車子如果開太快 就會轉不過來 就衝出去 去撞 去撞 從中間的步 就撞出去了 那裡也發生過很多次車禍 都是因為轉不過去 因為那個急彎 他的半徑 太小 所以他需要比較大的 向心力 向心力不夠就衝出去 OK 所以 就是說 重點叫做 圓周運動需要什麼 向心力 向心力跟什麼有關 速度有關 半徑有關 速度大 半徑小時候 向心力就要比較 大 然後呢 如果速度跟力量 配了剛才就會是個圓 就會做圓周運動 配了不好 要嘛就是 拉到裡面 要嘛就衝出去 衝出去是 等一下的重點 OK嗎 OK